这个鱼鳍上面还长这么多刺 青道夫的嘴巴就像一个吸尘器 它可以吸食水里的藻类 鱼卵以及一些小鱼 由于其强大的生存人力 在我国南方已经泛滥成灾 今天我就要让水质对战青道夫 看到底是水质吸干青道夫 还是青道夫吃了水质 首先我们把水质丢到水株箱里面 看一下青道夫是什么反应 十分钟过去了 水质没有吸青道夫 青道夫也没有吸水质 你们有没有觉得 它像某个游戏里面的动物 鼻子和眼睛的位置都超级像 你看它圆圆的嘴巴 还有两种胡须 一呼一吸 感觉还有点可爱的 我们看到这时候有一条水质游了过来 它把它的吸盘 吸在那个青道夫的鱼器上面 青道夫一个神龙摆尾 马上就把这个水质给甩开了 水质在这条巨大的青道夫面前 简直是不堪一击 时间就这样静静的流失 仿佛就静止了 敌不动我 我不动敌 相安无事 和睦相处 老伙计们 我问你一个问题 鱼不会眨眼睛吗 告诉我 你的答案 我观察了很久 这条青道夫的眼睛 隔一两分钟 它就要转动一下 现在时间过去半天了 这水里面充满了水质的排泄物 变得越来越浑浊 这条青道夫也变得躁动般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开始对着水质就是一顿乱吸 我吸我吸 有可能是吃了水质拉的屎 还想要再吃没吃够 然后对着水质一顿乱吸 吸吸吸 假如这些水质再小一点 青道夫是不是直接的 你把它吸进去 深吞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老伙计在评论剧和弹幕 分享你对这个视频的看法 别忘了给我点赞和订阅我 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